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大家见过投影 大家有没有见过投影键盘 这个价钱是169 收了一个收纳带 给个手机支架 这么小 这个价钱是168 这个名字叫激光投影键盘 小手机 这个快点还是上个月买一万多快点的时候买的 我差点把它给遗忘掉了 好了 现在已经连接了 现在这里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你看它只要放到边上 这个键盘就会投在这个平面上 好了 我说刚才为什么没用啊 你看 不会显示 但是你拿着这个手术 点这个键盘 你看 一定要水平放置 这个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是啥呢 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这个亮度真的是特别特别暗 明明实验室 打出来了 明明实验室 一 呵呵 删除 学亏明 他不说你一定按下去 他才会显示字 他有时候你没按到他 你只要他感应到了 你看 我还没摸到这个纸 他就会显示了 刚我看了一下 这个亮度好像可以调的 但这个亮度最亮就这么亮了 你看 声音也可以调 你看 我还是得要关一下灯啊 你看 关一下灯之后 感觉像有一滴一滴的这个水雾一样 红色水雾一样在那里 挺好看的 如果你点中了的话 输入还是没问题啊 QW啊 没错 开一下灯就根本开不清了 好了 我们先试一下电脑 看能不能连接 好了 这个蓝牙也连接好了 好了 我现在关掉了灯 10114 你看 立马出来了 都有啊 和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没有这种操作感 点起来就是没有那种机械感 所以你如果不看着这个键盘 你再随便点的话 特别容易打出尺 我来说这个激光投影键盘 这个怎么说呢 逼格还是比较有逼格 我感觉这个适合哪种能用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适合都能用 如果你说配手机的话 也比较麻烦 你又要连接 又要找到一个特别平坦的地方 又要光线比较暗的地方 然后再帮这个电脑键盘这样输制 而且这个输制的效率 还没手机这么来得快 然后如果这个配电脑的话 电脑上本来就有键盘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存在的必要是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亮度 真的是挺暗的 现在光线比较强 我放在这个 比较暗色的这个桌面上 就看不清啊 还有就是这个灵敏度 这个灵敏度 你一定要看着这个键盘来数字 如果你不看着这个键盘数字 你根本就是无法盲打 因为你无法判断这个键在哪里啊 所以我感觉这个逼格 还是特别有逼格 但是这个实用性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存在的必要是什么 这个手机又不会 这个电脑又不会是吧 好了今天这个提光虚拟键盘 就特别了解了 总的来说 还是学会 好了如果大家喜欢 就要评论点赞好了 拜拜 拜拜